大家好,今天我會開封這款Dell Haewa 這款好像是2013年推出的 它是一個Creators Label的系列 看看整個盒子的整體 就是這樣 Creators就是Poison Girls Flores 我覺得它設計的蛙是超級漂亮的 這款是它跟Groove合作的蛙 我們現在就開始擦了 是一場的 是一個極端的 我們在做的 但其實我會學習的 但是 其實有說話 是一場的 我會說話 是一場的 我看了這一場的 就是她的樣子身份證 她有寫到她的編號 還有這堆東西的 後面就是那些資料 她有寫13歲 AV血型那些東西 這個就是她的棋架 就拆在這裡 她這隻食物是超級漂亮的 就是有些藍藍你會 但是我不會形容 那這裡就是她的棋架 那張紙來的 先說一下 那她的頭髮 即是她的陰是長的 那她向這邊 我覺得是超級漂亮的 那我先幫她脫下這個獎巾 那還有呢 她的髮質是超級漂亮的 那個耳朵會搞笑 那她就不像Pulip那樣 可以 即是 閉眼那些 但她後面也有這個 掛 這個位置 是可以 移動你的眼 對 那就可以向左 向右 那樣 她的妝容呢 是超級漂亮的 我來覺得 即是還有呢 她旁邊這裡 是有 那些 綠色點點 其實我更喜歡這些點點 所以也是Pulison Girls Dolls的一個特色 即是她改的那些蛙呢 很多都是有這些點點的 但是 她 今次的那些點點呢 就放了在眼那邊 側面 所以正面都很少看到 是有這件小衣服 很漂亮 然後她的裙子也很漂亮 然後就有這個花花在這裡 然後她的裙子也有 很多層 首先第一層是這層 第二層就是這個 Lace 然後第三層就是這樣 那這個好像是裙顏 那這裡有條 她的底褲 還有那個絲襪在這裡 然後呢 對鞋子就是這樣的 那她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叫 Leggans那些 那它是 鎖在這裡 無神神的 但是她這些好像很容易脫掉 就是剛剛已經脫掉了一顆 那對鞋子就是這樣 那是超級漂亮的 她有這個頭褲 那這個頭褲 那這個頭褲是一個陸角 那這個頭褲是用木造 就是我開頭呢 就是她旁邊的樣子 是這樣的樣子 就是我開頭呢 是以為是紙造 就是很像紙 但是後來沒有一個是木來的 那也 幸運一點 就是如果是膠的話 就會比較好 那我現在幫她戴上頭褲 超可愛的 就是她整個造型都是綠 來的 這樣 就是這樣 還有髮質也很好 就是這樣 那話說 我明天呢 就會去的士尼 那呢 我也會去這個敵陰湖 那我就會 帶這個 膠呢 就去敵陰湖那裡拍照 所以那裡有很多草地 是可以給我拍照 真的 是超好 如果你想看更多蛙照的話 那你就可以追蹤我這個Instagram 那 就會有其他蛙的照片 那都會有這隻蛙的 那希望你們會追蹤這個IG 那今次這條片就去到這裡了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拜拜